好 我们持续跟我们国家认证股市分析师 林晨颖 Kevin来聊一聊 因为大家现在都要关注通膨的问题 然后就看说这个美元会不会转强势 而且看到外资这钱都跑回去了 那么台币也贬值了 也就顺势贬值了 所以你觉得说应该短期看起来是没有太大问题 但中长期是要面对这样的问题对不对 是 中长期要面对这样的问题 我先前跟大家提过说 目前的预估可能是七八月的话 讨论稍微缩点过在规模 然后大概在第四季的话 会有这样的行动出来 那么原本预估就说可能2023年升息 如果2022年年底之前就开始走上升息的话 那么在2022年的上半年 就会先停止Q1 那为什么我要跟大家提这个东西呢 因为根据上一次的经验 当美国联准会它开始降息 那后面开始Q1之后 它的Q1是从2009年的三月份开始 然后后面有QE2 QT QE3 那它的整个的缩减购代规模呢 就是丢出这个话题的话 是在2013年的5月 那真正的缩减的话呢 是在2014年的1月 然后真正中止的话呢 是在2014年的10月 那我观察上一次的这个美元的走强 就差不多在它真正的缩减 然后呢中止之后 那美元那波的走势的话 然后就比较明显 也摆脱了一个这个弱势的走法 所以我们刚刚又回到说呢 如果这样子预估 有可能在明年上半年 会停止Q1的话 这我个人预估了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 那在明年就美元有可能出现比较明显的走强 那现在的话呢 这里就是有一点就是说 宣示逐出底部 就是说再坏大概不会了 然后那换言之 新台币可能再深会有限 但是呢要马上就这么回去 比如说新台币从现在的27.9啦 然后回到28.52930 然后回到这样子的话呢 可能不会这么快 但是如果美元真的明年 预估我们提到说呢 这个FED的Q1停止的时候 美元走强 那那个时候呢 可能就会有比较明显的弱势 那这样子的话会产生两个效应 当美元开始出现转强的时候呢 就像运分刚刚提的一样 那这个资金的话呢 在上一次是回流到美国 那么同时呢 新市场出现比较大的卖压 这个是明年的话要做留意的 那么另外第二个的话呢 当美元走强的时候 通常来讲原物料也会比较弱一点 所以各位看就是说呢 前几天当美元转强的时候 其实原物料比较弱 那早上美元 从这个两年来的高点 开始回档 美元指数 开始回的时候 就稍微没有这么强的时候呢 那么我们这个原物料的话 就有出现一些弹生的情形了 所以明年长期来讲的话 我想我们要留意这个趋势 但是今年特别是说呢 我们现在这个六月的话呢 大家把这个东西紧去 然后把它给放在心里就可以了 我认为呢 短期之内 这是美元要这个走强 或新台币呢 要转入 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 有一点像我们刚刚提的一样了 就中长期的话呢 我们要谨慎 但是短期之内的话呢 还不是很明显 那你有闲钱 你会换一点美元吗 当我确认这个趋势开始了之后呢 可能会 但是呢 我预估是在下半年 对 就是不会这么快 因为呢 我们刚刚提到说 这个是我个人的 就是针对于历史的经验 然后呢 来当做这一波的参考 但是会不会真的这样 通常来讲 需要去做后面的 他的一些动作确认 比如说我们刚刚讲 不过都是慢慢换啊 对啊 FED后面有这个会议 然后八月份的话 他有个全球央行年会 那每一年的话呢 FED每次有重大的动作 常常会在那里宣示 所以八月份 大家可能要稍微留意一下 好 对 那我们再聊几个类骨好不好 因为像今天盘面 我觉得很多人 还是很关心两个类骨 就是那个钢铁跟航运 航运真的不像话了 这长荣扬名之外 他外衣出来 有很多什么四维行什么的 真的我也不知道 他是怎么长的啦 不过就是红通通的 那钢铁会被复制 航运这样的一个热潮 还有今天我们大概有时间 要聊一下这个游戏股啊 哦 红通通耶 对 是目前来讲的话 如果以这个航运股 他已经有一段时间的热市了 同时他占整个大盘成交比重呢 像目前的话 大概有四成左右的水准 之前曾经还更高 那这也让整个资金的话 从这个电子 跑到航运去了 同时也跑到像钢铁 刚刚一分也特别提到 有出现转强了 那是这样子 我们分两个部分来讲 因为航运我们之前提过 今年货柜轮的话 的这个预估的获利 包括像是长荣 万海阳明 那目前的话呢 都是已经啊 喊到从二字头的话呢 大概看到三字头 所以如果是以这样来讲 他们的这个上 当然就紧急循环股 我们提过 他没有办法完全的反映 反应比 但是呢 他会反映就是 他的这个运价的调高 跟他整体上涨的趋势 因为现在别的类股 基本面没有比他们强嘛 那其他的话呢 就连带的影响到 包括像是空运 包括像是陆运 像你刚刚提到陆运 那陆运的话 现在有很多呢 其实是有 又分成两个 有一些的话 因为我们 特别是以我们台湾本地为主的 从疫情爆发以来 可以说运输业 就是一方面的话呢 业绩好得不得了 一方面的话呢 可以说是叫鼓连天 因为很多的货 它都还卡在不同的地方 特别是像低温运输 这些的话就比较麻烦 那我之前也看到 有一些公司的话 就开始调高它的运费了 所以各位知道说 当它的量上来 然后当它的运费上来的时候 这个计算上来的时候 当然它的获利会增加 那这可能未来会看到的 那像航空股的话呢 先前也有 据说有很多人 搭飞机到美国去打疫苗 所以它卖出的那种 价格比较好的仓位 卖得还不错 那这些的话 都是他们近期的题材 不过整体来讲 特别像另外一个就是散装航运 散装航运的话 近期像BDI波罗地台指数 也表现得很不错 但整体来讲是货柜 的这几家公司 获利最好 比如说那有些是投资他们 比如说像荣运 因为有投资这个长荣的话呢 它又有投资的一个获利 那货柜厂运输的这个 这些的公司的话 目前来讲也是 神仙一贵难求的情形 所以整体的获利报价 有出现提升 但是还是以货柜 为市场上的指标 我想大家看清楚 这样就会比较明显 那其他的话呢 有一些可能就是 跟上底材跟上 有一些我们刚刚讲 预备有调高量有增大 但是整体 未来如果说 真的获利出来之后 可能增加了 喂 怎么不见了 好 没关系 我们待会再试一个 打个电话 不过我们待会 也快要进广告了 我们待会再持续 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钢铁会不会复制 航运这样一个模式 另外我觉得游戏股 不过说实在 已经放暑假了吗 照理说是还没啦 不过自从我们停课 然后不停学之外 其实大家已经放暑假了 那这个游戏股 已经开始在涨 这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 什么样的道理 也是一种超前部署 我们待会会分析一下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静一下广告 我们待会就立刻打电话 再连线一下 我们先休息 好 我们先跟大家报告一下 今天的国内加权指数 是收在17075.55点 上涨12.57点 成交金额是5452.91亿元 其实在找盘的时候 我还猜说 今天是要拼6000亿的 是不是 不然它最后是5452亿元 好 我们持续连线的是 我们国家认证股市分析师 林承映 Kevin 是 你还在 再奇怪刚刚讲到一半 可能太过激动 对 太激动了 讯号就断掉了 你有没有被监听 应该不会吧 不过其实我们讲聊一下 就是说到底钢铁会被复制 航运这样一个模式 现在航运其实基本上也脱离了基本面了 那钢铁现在也很热 那当然当冲也是要找那种很热的 钢铁会被复制这样的一个模式 另外就是游戏股现在可以留意吗 钢铁的话也是一个可以留意的族群 但是我认为它要像航运股有这么大的幅度和波段 比较不容易 那这个是先跟大家讲结论 原因在哪里 原因就是这样 就是说钢铁长线来讲的话 它有一个特色 因为现在全世界讲求的就是减排 就是把这个二氧化碳的量把它减下来 那么在全球排放二氧化碳 包括像是便利 工业 建筑 交通 这里面的话 其实跟钢铁在炼钢的过程里面排放 是占中间很大一部分 所以当往这个方向走的时候 有两个可能 一个的话可能要用所谓的碳的这种买卖去做补偿 那另外一种的话是用低碳 或者是说减碳的这个技术 那这样子的技术 通常来讲要比较大的钢厂会比较容易 那也因此在这个调控的过程里面 有一些小钢厂它就可能受到影响 那有一些的话 因为我们刚刚提到减少排碳的原因 它的技术没有达到 那么有可能未来它的竞争力就会比较低一点 所以对于大钢厂是比较有利 那大钢厂以台湾而言的话 最明显就中钢 中钢的话目前预估它这个今年的获利 大概有三块钱 那中钢的话现在三十几块钱 那明年的话我所看到就是说 现在预估的是三块八 三块八的话 你现在来讲好像也不贵 但是我们刚刚提到说 比如说货柜航运股里面 就是指标股是货柜股 货柜股的话它也是三字头 但是他们的三字头是三十块 所以其实两者的话 可能就是说钢铁股有体材 同时也有这个我们刚刚提到的碳中和的体材 就是你过度排放的 你要透过减碳去把它中和掉 但是这个体材的话 让这个钢铁股的爆发力 就长期的需求是出现的 同时包括像全世界各国 往基础建设走 那这些都会造成钢铁的长期的需求 会比以前还要明显 但是爆发力的话 就不会像货柜一样 其中在转期之内出现 所以我会记得大家说 如果大家看这个航运股 货卫股的话 他们今年是严重的供需失调的情况 但是要持续到 明年可能就是一个高涨震荡 但是后年的话 这个新船下水越来越多 然后有一些 像我们以前提过 有码头的这个阻塞 工人确诊 罢工 这些因素慢慢消失之后 那么有可能它的获利 就不会像今年这么明显 这比较长期来讲 当然我们还是要继续做观察 但是钢铁的话 因为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碳中和的题材 基本上是比较长期的 所以它类似一个长期的现象 它不会集中在现在爆发 但是它长期的需求是在 所以我倒认为像 以前我对我们台湾的钢铁业是比较保守 因为一方面我们的内需的市场不是那么明显 因为它们还有景气循环的关系 有的时候像这个不好的话 搞到还会出现亏损 那好的话也可以赚个几块钱 就波动很大 但是有这个四种 刚刚提过的这个长期的需求之后 有可能让它的获利会比较稳健 而且明年看起来展望比今年好 所以我倒是建议大家说 虽然我们今天看到一大堆钢铁股 哇这个可以说表现得非常强劲 不需要去做最高 但是长期倒是留意像这个中钢 那另外呢 跟风雨发令有关的四季钢 明年预估大概可以赚超过一个资本额以上 这也是长期可以去做留意的 那么刚刚这预分提到的宅经济 电丸这个族群 那一方面的话是我们台湾疫情的关系 一方面的话要进入的暑假 暑假的话常常都是这些族群的旺季 那么这个族群的旺季 它常常暑假钱比如说容易涨一段 寒假钱的话容易涨一段 所以它会有一个季节性的获利和需求 那很多公司呢 也会集中在这个地方 去推出他们相关的产品 包括像是星象 包括像是四冠 传奇 这些都是 那我也要提醒大家都说 一方面我们刚刚提到 它的短期的这种需求 来自于包括像是疫情的爆发 所以它的需求提前的发生了 那但是当我们这几天的新生确诊人数 有下降到100人之内 所以这几家公司 包括像是星象 它的股价就是从原先的九字头 开始修正到八字头 包括像是志冠的话 也经过了一段修正 那么这两天有稳下来再谈上来 那但是如果进入暑假 它的需求 它的整个营收获利 跟现在是差不多持平的话 它那以往的旺季可能就不会这么明显 那这也是提醒投资朋友 就说当题材出现 然后那它的题材 慢慢的这个转折或消失的时候 可能在操作上面的话 要倾向于比较短线 或者是说设立体力损的这个机制 然后保护自己的获利 反而从另外的角度来讲 以前有一些疫情的受冲击的公司 像这个金华 王品 这些的公司 熊师这些的公司 其实它第二波的 因为我们国内疫情第二波 比第一波严重 第二波下差的这个非常凶 但是在这两天 它已经有一个 慢慢从底部涨上来的味道 因为目前来讲 台湾的疫情看起来是降温了 虽然还没有办法脱离 我们还没有办法离开加护病房 但是这个生命危险的话 应该是降低很多 那什么时候能够离开加护病房 那有可能这个族群 反而值得去做观察 会有它的一个机会 非常谢谢我们的好朋友 这个林承鄞 那么跟大家分析到现在 真的很谢谢你 常常这样陪着我们 谢谢Kevin 谢谢